大家好 現在看到我身處這個影片 就是在台灣的金寶山那邊的野樓地方 首先給你們一些照片 這些岩石真的很漂亮 就是這個野樓的地質公園 你看到岩石漂亮得好像畫一樣 夏妙元也是第一次來這裡 實在是流年妄返 因為海岸又很漂亮 難怪這裡是很出名的 就是台灣人的度假勝地 因為你如果真的可以自教遊 可以在這裡的度假酒店 然後可以兜一下風 吃一下東西 吃一下最新鮮的海鮮 實在是一個很舒閒的一個節目 而且台灣和我們香港又真的很接近 所以就似乎等於去大阪或者福光一樣 都是很方便的 其實這次夏妙元經過了很多年的時間 沒有去台灣 這次最大的目的就是去這個軍員 拜祭鄧麗君姐姐 做完這個拜祭之後 距離這個野樓也是很近的地方 所以就 車長就載了我們來這裡 就攀過這個小小的山仔 其實後面就是會見到這個 很出名的一些駱駝風 就是那些岩石好像落塘一樣 但是我自己本人就沒有去 遠遠拍這些相片 我反而很感受地在這裡走一下走一下 而且我很喜歡這些山脈 是很令到我有一種藝術的感覺 立刻令到我很想做一些鴨花 是這些地質的一些物料 其實我都真的可以做到這個鴨花的技術 是可以將這些條文顯示出來一下 因為難得來到這裡 野樓社區 就見了 這些石經過了 比如說幾十年幾百年 可能真的停地翻滾這些開水 上去的岩石出現了一些煉物 然後車長就帶了朋友們來這裡 這間非常出名幾十年的老店 就是燒米 這裡有特別的醬汁 我平時覺得吃粟米都很飽 但是我很喜歡吃這個粟米 我發覺真的很好吃 我再回頭看看 看到嗎 這些就是醬汁 油了之後 看起來很好吃 嘩 這個烤熔米 這裡很出名的 這個是屬於金山區的 是當地人介紹我們來的 不如一起看看 一起看看這些粟米 就是這些叫糯米粟米 其實它吃下去好像糯米一樣 很飽肚 然後它首先會放在這些烤熔熟它 因為烤是一個表面的做法 你一定要在裡面熟 然後烤熔熟它之後 再在那裡塗醬汁 然後烤 烤的時間就會變得更多了 它很甜的 很甜 其實我還沒聞到它的醬料是否 不過我想是鼻製醬料 十分鐘 這間店是沒有什麼裝修 沒有 都有豬油 不過它是做了幾十年老婆 它在自己的店裡也賣檸檬茶 是很有名的 那個檸檬水有什麼有名的呢 就是我喝下去 是好像真的喝到自己 整個檸檬 放進去水裡煲的感覺 我想你也明白 這間店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 烤味的粟米 這個就是檸檬水 吃完粟米喝檸檬水 是很好的配搭 所以有很多地道的人都駕車來 停在一邊 買個粟米 吃了 然後又喝檸檬水 可以做烤冰 然後是否人帶你來 另外這一個就是這間店 叫 可以了 好 這個老闆應該喜歡聽CD 喜歡聽卓歌 這個炒麵 這個是粥嗎 這個炒麵 已經來實了 你可以借手嗎 所以我決定 可能短期內會再自家有 我要再去吃過 還有帶一些好朋友去吃 這個就是大家 可以在資料裏面看回 這個店 如果你真的有機會 自家有 都可以試一下 真的很划算 還有很有風味 海鮮很好 跟著 另一條片 大家可能看到 夏妙元去拜祭鄧麗君姐姐的 軍員 那麼好了 希望你可以 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Hello This is Serena I show you the area of the north side of Taipei to enjoy the sea breeze of this yellow area So I hope you like my video and please subscribe 皆さん Sarina博士です このビデオは台湾色々 場所 あの いいレストラント 紹介しました それって 過ぎてから お登録してください また今度